大乘百法明门论 奸学法师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三十一面 几是心不相应刑法 那么这个大乘百法明门论 我们研究这本论的宗旨 就是所谓的如四尊言一切法无我 那么这个本论的宗旨就是 三世诸佛所觉悟的道理 如就是我们随顺 三世诸佛所觉悟的这个真理 什么真理呢 一切法无我 那么一切法无我当中 开出两个内容 第一个是何等一切法 第二个是迎何为无我 本论就是一子这样的宗旨 开出了两个主题 那么这个第一个主题 就是何等一切法 广泛的说明这一切法的差别像 那么一切法的差别像 天经菩萨把它归纳成五个部分 五位白法 那么第一个是心法 第二个是心所有法 第三个是色法 这个是五位里面的第四位 心不相应刑法 就是在这个一切的 吃别像当中的第四位 心不相应刑法 我们先看本文 第四心不相应刑法列有24种 那么这段是先标出 这个法的名称 以及它的一个种类 那么它的名称是什么呢 它这个第四位的名称叫 心不相应刑法 那么它简列来说呢 是有种类 是有24个种类 先标出它的名称 跟它的种类 我们看欧主的解释 欧主解释我们分成三段 第一个先解释名称 相应者和顺之意 先解释什么叫相应 那么这个佛法讲相应 我跟你相应 我跟净土法门相应 或者我跟禅宗相应 什么叫相应呢 和顺 那么这个相应呢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和 和和 就是说呢 两个法要和和在一起 不能分开 那么两个人要经常在一起 这叫和和 其次呢 要随顺 不但是在一起 彼此间要相随顺 你也随顺 我也随顺你 你不障碍 我也不障碍你 那么这个就是随顺 那么这个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我们说啊 我们这一念心 跟什么法门相应 那么就是和跟顺 的意思 那么这个是先解释相应 那么这以下就解释 为什么他安逆 心不相应刑法呢 那么就解释这个名称的道理了 尽德及命根等二十四种 非能言故 不以心及心所相应 非止爱故 不以设法相应 有生灭故 不以无违法相应 那么在二十四个当中呢 我祖先提出了两个 第一个是德 第二个是命根 这个等就是其他的二十二个法 那么这二十四个法呢 为什么安逆做心不相应刑法呢 这当中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 非能言故 不以心及心所相应 因为这以下的二十四个法 它没有严厉的功能 没有明了性 这个要有明了性 才能够造业 万华为师 我们讲啊 造业一定要有心事 你说这个苹果啊 成熟以后 从树上掉下来 打到人了 这个是不构成业力的 它也不是三业 也不是二业 也不是无基业 它不是一个业 这个业的本身 一定要有心事的推动 那么这以下二十四种法 它没有造业的功能 没有明了性 所以它不跟心 跟心所相应 因为心心所一定是要能言的 非止爱故 不以设法相应 那么这以下二十四种法 它没有质量 也没有空间 没有占有一定的空间 它没有止爱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所以它也不跟设法相应 有生灭故 不以无为法相应 那么这个心不相应行啊 这个行啊 佛法讲这个行 多数都是讲圣灭的 有为法 其实心法跟设法都是行 这个行呢 贩子一切的有为法 那么一切有为法当中的行 分成两类 第一个叫相应行 相应行就是包括设法心法 叫相应 一个是跟能言相应 一个是跟直爱相应 都叫做相应行 那么这个不相应行就是不相应行 它也不跟设法相应 也不跟信法相应 那么但是它是有生灭的相状的 有时候会增加 有时候减少 有时候出现 有时候消失 它会生灭变异 它会有生灭像变异像的 都是有为法 所以它也不跟无为法相应 所以它跟其他的所有的法都不相应 所以安利做心不相应行法 那么 这个偶一大师先大列的把这个名称的安利的因言 先解释一下 第二段引证 引这个陈维斯论做证明 故维斯论营 非如色性及诸心所体相可得 非亦色性及诸心所作用可得 由此故知定非时有 但亦色性及诸心所分为加力 那么这从陈维斯论当中来讲 非如色性及诸心所体相可得 那么这个不相应行法 它不是像 这个乳就是像 它不是像色法心法 还有心所法有一定的体相 因为色性恶法 它都是由阿拉雅士的总使所变现 不管是心法 不管是色法 它有它的作用 这个心法有这个明了的作用 有造业的作用 色法有直爱的作用 那么 这个不相应行都没有这样的作用 那么非亦色性及诸心所作用可得 但是它也不是 它也不是离开了色法跟心所法 而另外有一个作用 换句话说 它的存在事实上是依止色性恶法而安逸的 我们看它第三段的总结 由此固执定非时有 但依色性及诸心所分为加力 这段是总结 说这个心不相应行法 其实事实上 它不是一种业感 不像心法跟色法都是由业力创造 你造的善业强 出现的色法也好 明了心也强 你恶业强 色法也粗 明了心也暗淡 那么这个色性恶法都是由业力所变现 但是心不相应行不是 它不是一种业种子所变现 那么它是怎么安逸的呢 但依色性及诸心所分为加力 所以我们这个色法跟心法 一个生命题就是五蕴 色受想行事 有这个色法跟受想行事是心法 那么一个果报 当然它会有创造业 它有造因的业力 也有一个果报的向上 若阴若果 它都有很多差别的相貌 那么这种差别的相貌 它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色性恶法都不一样 那么佛法为了要解释这样的一种差别相貌 就安逆了一些专有名词 安逆了一些专有名词 而这个专有名词就是心不相应心法 所以这个心不相应心法 事实上一套一记 现代的话就是一种专有名词 它为了要解释这个色心的不同状态 所以必须有这些专有名词来安逆 那么使令大家能够有一种共识沟通 我讲什么 我讲灭尽定 你就知道 这个你讲的灭尽定 它的色法是什么状态 心法是什么状态 那么这个就是解释 但依色心及诸心所分为加力 是因阻止色法跟心心所法的一些差别情况而安理的 所以他也不是离开了色心跟心所有作用可得 事实上就是在解释他们的差别作用 好我们再看总结 我会把前面的解释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做一个总结 经执行心不相应行者 虽亦三法贾力 而射及心心所之所献淫 心所又及心相应 故但言心 民及尊不离心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这以下二十四个法 事实上它也不跟心法相应 也不跟心所法相应 也不跟射法相应 那么三个都不相应 为什么只安利心不相应呢 这以下解释了 所以三法贾力 虽然这个心不相应心法是三法的差别情况所安利 但是色是心心所的影像 所献的影像 因为色法事实上 它是没有自信的 它自己不能作主的 如果我要献出天人的色法 色法是不能作主 你要有天人的内心 你要有天人的内心的德恨 你才能够献出天人的庄严的色法 所以色法是由我们的心王跟心法 心所有法的善恶所表现的 所以这个色法是含色在心心所 那我们再往内看 那么心所呢 又极以心相应 心所也不能独立活动 又色处在巴士心王当中 所以 故但言心 明其总不理心眼 因为 虽然他普遍跟三个法 来 贾力 但是 心王 这巴士的心王 一切最胜固 他的功能是最出胜 最强大 最有主宰性 所以 就以心王做代表 就简单明了的安逸做 心不相应心法 就不要说复杂 说 心 心所 色法 不相应心法 就不要那么复杂 因为 色法跟 心所法 都含色在心王当中 那个内心一活动 就带动了心所 也带动了色法的变化 所以 这个就是安逸 心不相应心法的一个 整个前后的过程 那么 前面我们大致解释的 这个名词的安逸 这以下 看他的种类的词别 我们先看本文 我先把它念一遍 一 得 二 命根 三 众 同分 十一生性 五 无想定 六 灭尽定 七 无想报 八 明生 九 巨生 十 文生 十一生 十二 住 十三 老 十四 无常 十五 流转 十六 定义 十七 相应 十八 四 素 十九 吃地 二十 十 二十一 方 二十二 素 二十三 合合性 二十四 不合合性 那么在白法当中 天青菩萨他就把这个比较特别的一些专有名词 他提出了二十四个来解释这个有情众生这个色性的状态 我们先看第一个德 什么叫德呢 德者一一切法造作成就贾力 这个第一个不相应行法这个德啊 是一指一切法的造作 当然一切法的造作主要是以新王为主 八四的新王 你八四新王起了善心 那么这是起了一个善业 那么八四新王是一个恶的心 那么当然就是恶业 那么不管是善业的造作恶业的造作 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成就一种可乐不可乐的果报 而这个可乐跟不可乐果报出现 那一刹那 安逸做德 这个叫做德 比如说我们现在 富贵从布施中来 你现在布施 把这个钱啊 以你的这个施的心索啊 那么透过种种的行为 把它表现出一个布施的身口意出来 但这个时候 富贵的果报没有出现 不能讲德 那么有一天啊 你下一期生命得到富贵了 这个时候叫德 那么尊贵从慈戒中来 你这个慈戒 但是你现在的色身还是一个人的果报 还不是很尊贵 你下一辈子得到一个天的果报 叫德 那么这个庄严从忍辱中来 你修忍辱波罗蜜 你现在还是很丑陋 那么你下一辈子得到庄严的果报 这叫德 所以就是说你 各式各样的这个善业恶业的造作 当这个可乐不可乐果报出现的时候 那一刹那 安逸做德 一切法造作而成就果报 那么安逸这个德字 这个德啊 在一切诗论啊 这个本地分啊 这解释这个凡夫世界的这个果报啊 的这个成就啊 有各式各样的 各式各样啊 我们简单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说明 这个得到可乐果报啊 有两种差别 第一个是顺利跟不顺利的差别 就说啊 我们看有些人啊 他一出生 他啥事都没做 就生长在一个大富的这个 大富长子的这个家里面 一个独生子 他出生的时候 什么事都没做 就继承他父亲所有的产业 得来是轻松又愉快 有些人得到可乐果报啊 就不是很顺利 白天工作八个小时 晚上还要加班 那么劳心又劳力 但是他也得到可乐果报 他也有钱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差别呢 这个得到可乐果报 两个人都有钱 为什么他那么轻松 你那么辛苦啊 这跟因地有关啊 就说你因地在修福报的时候 有些人啊 心甘情愿 内心起欢喜喜 当然我们修福报 一定会要牺牲自己的精神体力睡眠 要牺牲自己很多的权利 那么 假设我们在修福报的时候 内心从头到尾都起欢喜喜 哎呀 这个是百天万劫难遭遇 我得到人的果报 有机会为伤导做事 这件事情实在太殊胜 你便不要要做 我来做 喜欢喜喜 那么你喜欢喜喜的时候 你以后得果报的时候 很自然 那么有些人 他这个去造善业啊 心不甘 勤也不厌 反正 这件事情不做也不行 心不甘 勤也不厌 但是你还是去做了 这个时候你得果报 以后得果报会有障碍 就是你不起不欢喜喜 所以这个德国报啊 有这个顺利不顺利的差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这个坚固不坚固的差别 你说这个人有钱啊 他小时候很有钱 长大的时候很有钱 他死掉的时候很有钱 他这一生的财富啊 水不能淹 你说这霸气水灾 把别人的财产都破坏 他的财产不能破坏 火不能烧 地震不能破坏 你说这个九二一大地震啊 旁边的房子都倒了 他的房子不能倒 盗贼也不能抢 他的果报特别坚固 别人倒会啊 倒不到他的会 有些人的果报啊 有钱是有钱啊 他的果报很脆弱 这个水灾一来 完了 被水冲走了 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的产业是一个十栋 十层楼高的房子的一个屋主 晚上睡到一点多的时候地震 早上睡醒的时候 这整个十层楼完全毁掉了 破坏掉了 就是他那个果报怎么样 很脆弱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人造善业的时候 内心很坚定 绝对没有后悔 他修缮的时候啊 在方便时 还没有修缮之前啊 内心充满了期待 哎呀 我这一千块要布施三百 实在是太好 我期待那一天的来临 就是内心当中 在做之前啊 念念的期待欢喜 希望这个善业的因缘赶快成熟 第二个根本时 在造善业的时候啊 起大欢喜心啊 把钱拿给对方的时候 大欢喜心 那么这个布施完以后啊 在回家的路程啊 在路上一走的时候 也是欢喜 我今天实在做得太好 好 方便时 根本时 成瘾时 这三个阶段都起大欢喜心 没有一念的后悔的心 你以后得果报的时候 特别的坚固 不可破坏 那么你在这个造善业的时候 后悔 那就是糟糕了 不管你在造业之前 正造业的时候 造业以后 有一念的毁心升级啊 你以后得可乐果报的时候 就不坚固 就不坚固 所以这个德啊 我们是要注意 这个德 其实这个德啊 有各式各样 而德哥跟你的因地有关 有这个顺利不顺利的德 有坚固不坚固的德 而这样的果报都不是上帝创造 也不是自然而有的 都跟你在因地的时候 在造业的内心状态有关系 万华为师 你的内心状态 所以这个生命啊 的确是掌握在我们的内心状态当中 我们研究为师会清楚 你内心的状态 每一个念头啊 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报 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第一个是德 依止一切法的造作 那么而成就果报 安利做德 再看第二个 命根 二命根者 亦以色心相连持不断 贾力 那么这个命根是怎么安利的呢 是就着我们这个色法跟心法连持不断 我们的生命啊 这个命根的存在啊 你的心法要在 这个色法啊 是没有生命的 要心法的色子 我们的这个八字离开色身啊 这个人命根就没有了 因为色心 不能够连持不断了 就分开来的 我们一个人色法跟心法一分开 这个人命就断掉了 命就断掉了 这个命根啊 亦以色心连持不断 这件事也要注意啊 我们在讲这个杀生啊 杀生这个杀业 什么叫杀生呢 在历史上做一个定义说 断有情命 叫杀生 断结有情众生的生命 那么什么是有情命呢 这个地方要注意 有一个居士啊 前几年来找我 他参加我们 近历史短期出家 转出家以后啊 他就是啊 他太太怀孕了 怀孕他们不想这个小孩啊 也听一个法师说啊 说这个怀孕的胎儿啊 在7749厅之前啊 还没有成就人形之前啊 这个把他给堕胎掉啊 是不换杀罪的 那么他听了以后也信以为真啊 就把他这个胎儿给破坏掉了 破坏掉以后啊 他当然一个人造的恶业那些不一样 他都觉得内心经常不安 晚上也睡觉也不安 白天也不安 他说奇怪 这件事情不是恶业 也不是什么根本罪 为什么那么严重呢 后来有因言他就来问我 我说你破了杀戒了 破罪 破戒 破根本 在例上说啊 有情命 就是从初世到后世 一个有情众生的第八世 投胎那一刹那 他就是有情 你看那个十二因言 无名言行行言士 事言名色 我们最初的一念的无名 我执法子的骗戒子一活动 一活动以后就造了 活动就造了有落业力 不管是善业 不管是恶业 由这个业力就去欣喜阿拉业 变成一个生命体 这个时候还没有生命 到这个无名言行行言士 这个士的时候还不算有情 事言名色 这就是有情 就是你这个第八世跟腹筋母血的色法合合 叫明色 这个明就是精神心法 就是受想形 受想形式 这个明就是受想形式 这个色就是腹筋母血 虽然 明色言六入 虽然这个明色还没有到六入 六根还没有成熟 你看过去 这个胞胎 还没有头的形状 没有手的形状 但是他是一个有情 不一定要把这个人的六根长出来 现出人的形状 才算有情 在立上的定义 明色位 初识 他就是有情 你把它破坏掉 就是破根本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所以这个我们做一个法师讲法也要做 你讲错一句话 你看 他就是一直这样的一个颠倒的知见 一直这样一个邪知见去造业 那这个 还好他一到正法开始忏悔 否则他这个知见一直在内心当中 他不但造恶业 他还以为造的是对 还没忏悔心 以后就麻烦了 一直这个颠倒的知见去造业是最重的 因为他没有常规心 那这本来就不是友情嘛 其实他是友情 所以这个命根呢 这些是什么定义呢 意设心 连持不断加力 我们的设法跟心法 两个连持起来 不要断绝 不要分开 这个时候呢 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说 你这个人命根在 命根在 三众同分 众同分者 如人与人同 天与天同 亦彼此相似加力 这个天啊 他打成人 是错的 天与天同 这个众同分呢 就是啊 共同性质的东西啊 叫众同分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人跟人的性质很接近 虽然人有各式各样 但是呢 就隆总来说 你毕竟还是个人 那么人跟人之间就是众同分 天跟天也有共同的性质 过去有共同的业力 好 那么 亦彼此有相似的性质 那么 甲利做众同分 这是第三个 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啊 听到众同分啊 就是到 他们两个之间啊 有彼此的性质 是 亦生性 这个亦就是差异 差异 这个生就是生命 这个有各式各样差异的生命 差别 差异的生命啊 忘记佛法 不与圣人恶空自信相同 亦以圣凡相对贾力 这个亦生性是什么东西啊 亦生性就是泛指一切的有情众生 都叫亦生性 一切的有情众生 我们看 忘记我法 这个有情众生的特色呢 就是内心当中啊 执着我们生命体有一个我 这一切的外在境界有一个法 这些都是有独立自主的体系 都不是因缘生理 都是有独立自主的体系 那么依止我执跟法执啊 来做我们的生命的本体啊 那么这样子跟这一切的圣人啊 的恶空的智慧的空性呢 就不相应了 好 所以这意义这个圣人跟凡夫的相对 来安利这个亦生性 这个亦生性啊 另外一个名词叫同生性 同 相同的同 这个同生性是指法生大士以上 就叫同生性 初地以上的菩萨都叫同生性 初地以前的都叫亦生性 这句话怎么说呢 说我们这个众生啊 你跟我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众生是一直阿拉耶斯的 那么阿拉耶斯受勋啊 你的阿拉耶斯 你有你的货业苦 你有你的烦恼 你有你的业力 你有你阿拉耶斯所出现的果报 没有两个人的货业苦是完全一样 你说你的烦恼跟我烦恼完全一样 没有这件事情 你的善业的资料跟我的善业资料完全一样 也没有这件事情 两个人果报也不一样 你的鼻子跟他的鼻子也不一样 眼睛跟他眼睛也不一样 你今天的货业苦跟明天的货业苦也不一样 你今天又拜了一副八十八佛了 你的烦恼又淡薄一分了 你的善业又增长一分了 你的果报又有一点变化了 所以这个益生性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差别 你前一叉挪的益生性 一个修行来说 你前一叉挪的益生性跟下一叉挪的益生性 也不一样 就是说呢 依子这个阿拉耶斯啊 受勋啊 我们的生命体不断的变化 可能是增长也可能是堕落 这个阿拉耶斯做益生性 但是这个圣人就不一样 圣人的生命就跟我们不一样 他不止依子阿拉耶 他依子这个清净法身 一切法必尽空 无我无我所这种清净的法身 说这个圣人啊 哦 这个圣人他喜欢 他喜欢做行堂 他花心就是做行堂 哎这个圣人他欢喜做相争 啊 你看楞仁经就是这样 楞仁经很多的圣人 有一个圣人他就是这个 此地菩萨 他做什么菩萨道 他也不讲清说谎 他整天都在陆地上 看到有些地啊不平 他就把它弄平 哪一个地方不平 他弄平 他深深深深就做这种事情 就是让人家这个地走起来 顺畅一点 他就做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菩萨道也各式各样 他平整天也不讲话 反正哪一个地方地不平 他就去把这个地产平 那么圣人所表现出的那种 立他的行业啊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什么共同点呢 菩萨清凉业常有必进空 他的行为都是从空性里面发动出来 就是他的心儒 他的那个儒的金钱跟佛罗助金是一致的 他们都有一个固定的夹 就是从空出甲 就智德大师这句话 他们的一切的夹都是从空性发动出来 而这种空性是没有差别 一如五无二如 所以这个就是叫同生性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 亲近的法性 那么当然这个是圣人 那凡夫的话是安利做异生性 他有差别的 因为凡夫有我法二子 我法二子就是有阿拉野 这个时候阿拉野斯就是各式各样的变化 各式各样的货业苦 那么这个就是安利做异生性 有差异的生命 再看第五五想定 这个前面的四个 这通一切的凡夫的境界 那么这个五六七 那就不是一个散乱心凡夫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那是一个禅定 跟玻雷波罗蜜相应的境界 这个五六七 我们看第五 无想定者外道厌恶想心 作意求灭 功用存熟 令前六四心 即心所一切不行 唯第七四 既生我直 以第八四仁债 不离根生 依止身心分为加力 这个无想定 这个境界是怎么安利的呢 外道厌恶想心 这不是一个佛弟子修的 是一个外道 外道当然是没有佛法的知见 没有佛法的知见 他也能够依止自己的分别心 去体验这个生命的真相 那么他在禅定当中去体验 这个禅定的境界的人的心很维系 很维系 他会发觉到这个五片型这个想 有问题 这个 宜尽其向为信 施舍种种名言为业 说我们这个五片型 这个作意处受想施 这个作意处受 这都不是外道能够发现 前面三个新所的活动都非常维系 到想的时候开始 安利明言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内心状态比较明显 就被外道发现 说哦 原来啊 我的内心会不安啊 是这个有这个想 有这个想 一进其向 有各式各样的境界相状 然后我在这个境界相状安利很多的明言 你是好人他是坏人 你是一个佛弟子 他不是一佛弟子 哦这个是佛 这个是众生 他认为这个想是有问题 他不认为这个问题 存在这个片地子 他不认为 他认为这个是想有问题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作意求灭 那么既然这个 我的内心的状态的问题 是在这个想 我就要把它给消灭掉 那么他消灭当然这个消灭这个想啊 他也没有智慧来修无常无我 来观察他无常或者是无我 他是思维这个想的过患 说这个想啊实在是很多过患 如病如庸 说一个人像生病一样啊 身体就不健康了 我内心当中有这个想啊 就像内心生病啊 就像一个人内心长疮啊 长病毒一样啊 我要把这个疮给割掉 这个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思维 因为这个内心这个想的过患啊 作意求灭 他就是 让自己一路保持这个无想的状态 哦 当然刚开始啊 是不容易啊 因为这个想啊 窜息的很久啊 但是他一次一次的啊 用这种 过患的这种 过患的这种情况啊 来对治这个想啊 一天用功两天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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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想的五片形啊 他的心所就不活动 好 不活动以后呢 在令前六 前六四心 及心所一切不行 当然 这个五片形 他是骗一切心王 假设这个五片形不活动 当然他能够观察的想 是观察不到第七跟第八四的想 第七第八的五片形 他观察不到 他观察是第六一四的想 这个时候你把想心所一停下来 五片形就全部停下来 五片形停下来 心王也停下来 这个时候他整个第六一四都不活动了 第六一四的心王心所都不活动了 这个时候内心状态 只有维持在第七一四的寄生我执 当然有我执一定有法执 还有第八四存在 这个时候第七第八的四啊 摄持他的根深 使令他的生命还能够相许 但是他第六一四完全是在一个无想状态 那么依止这样的一个身心啊 这样的一个境界啊 我们安逆做无想定 就是说啊 所以这个外道他们也欢喜极尽啊 他们也知道这个内心的这样波动啊 使令弟子心不安 弟子心不安啊 他就知道这个不安的因素来自于想 有很多的妄想 怎么办呢 把这妄想停下来 那么就是喝着这个妄想啊 一次一次就把这个想给停下来 而这个时候这个想停下来啊 前六四都完全停下来 内心是一片的激进 那这个时候呢 安逆做无想定 这是这是一个无想定的情况 再看第六灭尽定 灭尽定则三国以上圣人 亦战止习劳虑 亦亦非想非非想定 有关无落以为佳行乃得去路 入此定疑 前六四心即心所一切不行 第七是寄生我执 即比心所一皆不行 唯以第七是寄生法执 以第八是存仁战 不离根生亦此身心分为加力 前面的无想定啊 他是一个外道所修的啊 这个灭尽定是一个圣人的境界 凡夫不能入灭尽定 是谁能够入灭尽定的 三国以上的圣人 三国以上的圣人 内心当中有无漏的戒定 会削脱削脱之间 有五分法身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人 这个地方的圣人指的是 还没有入涅槃的 这个人的果报还在 那么三国以上的圣人 他可能是出家或者是在家 那么假装他出家的时候 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在佛堂 有时候去脱剥要吃饭 生命的相续要是靠饮食 那去脱剥的城市脱剥 一天劳累 爬山又晒太阳 那么这个时候去脱完剥以后 回到自己的疗房 他想要让内心休息一下 那外面去啊 内心啊 又是劳又是律 劳动又是失律 有时候又为人家说法 这个时候他想让内心啊 稍微休息一下 一站子劳律 这怎么办呢 一非想非非想定 有关无漏 那么这个时候 他依止这个四禅八定 第八个定 但是他这个第八定当中呢 他加一个有关无漏 以为家庭 这个时候这个无漏指的是智慧 就是 无常无我的智慧 这个是不共以外道 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 有这个光明的智慧在观照 那么 当然他在这个无常无我的智慧里面 游过来游过去 又有法性三昧 在这个我空的真如里面 游淡 好 那么他依止的定是非想非非想定 那么依止这样的定在这个我空的智慧里面啊 做加行啊 这个时候呢 就去入到灭尽定 那么这个时候呢 灭尽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如此定义前六四星及新所一切不行 这个时候啊 因为他的心情是想要 暂止息劳力 所以 那么劳力的根源 当然是第六一四了 他也发现不到第七跟第八 那么这个时候把第六四给停下来 一些的新手都停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第七四的寄生我职跟新手也停下来 因为 他那个我空智慧一现前的时候 寄生我职是不能活动的 不能活动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维系的第七四的寄生法子 这个寄生法子就是啊 他在一念的那一念 极静的内心的状态啊 我我我所的状态当中啊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法是有真实的 我是不可得 但是这个法是真实的 这是一个寄生的一种清静维系的法子 那么这个时候第八四当然是在啊 第八四不是你能够断灭的 第八四是不能断灭的 我们知道啊 不管你用禅定用智慧观他 第八四只能够转变 他的本性就是真如 你说我把第八四给停下来 没有这件事情啊 你把第六四停下来有可能 你把第七第八停下来 没有这件事情 好 那么这个第七四的巨生的法子 跟第八四的那个明了性都在 不离根深依止色性分为加利 好 这个灭尽定啊 跟无想定的相同点都是 第六四不活动 好 不过呢 灭尽定他在这个禅定当中 有我空的智慧的现前 好 这个无想定是完全没有我空 完全是如实压草 是这两个差别 不过这个灭尽定啊 在大皮伯扫论上说啊 一个阿罗 一个三国以上的圣人啊 他在生命当中 他这个生命还在的时候 经常被入这个灭尽定 那但是他入灭尽定啊 有些事情要注意啊 这当中有两件事要注意 第一件事就是说 他入定的时候啊 要咒咽 保护他的色神不被破坏 说入定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入定有时候时间很长 而且他第六意识跟外在境界都不接触 任何的境界现前啊 他没有保护他色神的作用 这个时候阿罗汉咒咽 我入这个定以后啊 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老鼠不能咬我 大水不能飘我 地震不能破坏我 入定了 入定以后呢 这个你看这个 在这个山上啊 一棵树大树下面 坐了一个山鬼上 山鬼上圣人啊 在那边入灭尽定 这个侨夫啊 白天起来砍柴 看到这个比丘在那边打坐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还在打坐 今天在打坐 明天打坐 三天四天 五天还在打坐 哎呀这个比丘一直坐在这个地方啊 我看他好几天都不动啊 一过去 看他的呼吸 入灭尽定的时候 是呼吸一直停止下来 看他没有呼吸 哎呀 糟糕 这个人可怜啊 死掉了 没有人照顾了 这个容夫啊 很慈悲啊 用很多柴火 拿着烧啊 让射身给烧了 那么这个火烧得很熔很烈的时候啊 把这个阿罗汉这个衣服都烧得灰烬了 他的射身啊 完全不动 为什么 他的奏烟力 这个阿罗汉的内内念心 他讲话算数 他说火不能烧 火就不能烧 好 因为一个阿罗汉 路密尽定以后啊 这个我们要跟外境接触啊 就靠前五世 沿着鼻射身 而前五世要靠第六世的推动 所以他这个第六世停下来的时候 整个生命很危险啊 任何一条蛇 一个动物都能够伤害他的射身 所以他必须要先咒验 第一个保护他的射身 其实呢 他要咒验他出定的时间 因为阿罗汉做灰静定啊 他的内心跟一切法不受 你打眼睛他听不到 你一个出禅人啊 出禅人打眼睛还听得到 那么炎耳深山恶地居 出禅的时候耳士还在 二禅的时候打眼睛就听不到了 那灭静定更是听不到 灭静定你用他一个人做灭静定啊 你用任何的方式不能使令他出定 不可以 那么谁能够使令他出定呢 他入定之前要先有一个作业 你像一个大比伯少论说 一个比丘啊 肚子饿了 吃饭时间到了 要去脱波 走到一半的时候下雨了 他想说啊 哎呀这个下雨吧 衣服淋湿了 还要洗衣服很麻烦 干脆不吃饭了 回到疗房去 不吃饭的时候肚子饿怎么办呢 肚子饿 我们凡夫肚子饿 那就没办法了 圣人不是啊 他能够以一切法不受 肚子饿我就入定吧 就入被禅定 被禅定他就想啊 我祝愿啊 这个雨停的时候 我就要出定了 出来吃饭了 那结果这个雨下的太久了 一下子大啊 一下子小 一下子小一下子大 总之雨都好几天都没停了 结果出定的时候时间太久 身体败坏了 出定以后就死掉了 就是说呢 他入定之前要先奏愿 奏愿他出定的时间 就是我们讲的五片型啊 坐意处受想时 他要坐意 他要在入定之前要先坐意 以停的时候要出定 这个时候以一停 他那个坐意就活动 那么 紧急运起新种 就把这个第六四星王叫起来 诶 你一入定之前说啊 你停就要入定 现在赶快出定啊 这个坐意就活动 坐意一活动 第六四星王就活动 出定了 所以这个灭禁令 要入灭禁令啊 一般的阿罗汉都有这样的尝试 要奏愿 保护自己的色身 第二个奏愿 要先确定出定的时间 好 我们先讲到这儿 休息十分钟 好 是 好 好 很好 放入冰箱